我们大力支持两岸航空业者大幅的增加两岸的航线航班 由航空公司自主动态优化航班的安排 那从2月13号到19号 两岸航线执行客运航班是214班 这个呢比1月8号之前 每星期100个航班呢已经是增加了不少 但是呢相比较2020年之前 每个星期航班有890个航班呢 目前的运力呢是难以满足两岸民众的需要的 特别呢是在民进党当局单方面的限制之下 目前大陆仅有北京上海厦门成都四个两岸直航的航点 总体来说两岸的往来呢仍然是相当的不便 当前呢大陆疫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 两岸的同胞和航空业者都热切期盼 能够全面的恢复两岸直航航点 2月1日 大陆航空主管部门寻两会协议联系渠道 促请台方优先恢复广州等16个直航航点 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复 希望民进党当局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规 尽快取消人为限制 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 洲人们在一把陆航空中央 去到集团的回复差 今天我们继续会